二階兩樣類似 這個Δ的二階兩樣類似取的是 X的係數取下來A1 A2 Y的係數取下來B1 C2 這個當作Δ 再來取一個ΔS ΔS的話就是把我們Δ裡面的X的係數用常數這樣表示 C1 C2 B1 B2 再來一個ΔY ΔY的話是把我們原本Δ裡面的Y的係數用常數這樣表示 所以A1 A2 Y的話變成C1 C2 好 我們從這兩個連例方組裡面 我找出三個二階堂列式 那我把這三個二階堂列式的值找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 我放成這個解我就可以找出來 我的解X就可以寫成ΔS 我的Y就可以寫成ΔS 那這裡有一個重點 我的DELTA呢 不可以等於0 因為DELTA是放在分母嘛 那如果分母等於0的話 這是不成立 這是柯的馬公式 所以我們在解二階堂列式的連例的方針出的話 你可以用以前國中所學的方法 代入校區 價錢的校區就可以去做 那現在我去了柯的馬公式之後 我就把三個二階堂列式找出來 兩個兩個一組去除 我就可以找出來XY了 但這個做法 如果題目數據比較小的話 不一定會比較壞 但是我們多學一個方法 那在統計 如果就用電腦來算的話呢 你就可以用航列式的方式 讓電腦去幫你設 就會比較方便 那這邊我們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就從各位來寫連例方程式的時候 我們用加減的校區代入校區的方式來做說明 好 我們先把方程式寫一下 這是我要的方程式 好 把這個當第一式 這個當第二式 以前我們在解連例方程式的時候 我們會想說我可能把X消掉 或者是把Y消掉 好 如果說第一個我們先把Y消掉 先找出來S的話 這個是B1Y 這是B2Y 所以兩個通分的話 第一次要成誰 我要把Y消掉 第一次應該參與誰 跟第二次相扭到Y消掉 第一次要參與B2 我如果第一次參與B2 那是A1S加上B1B2Y 會等於B2C1 把這個當第三式 然後 我再 A1是甚麼 抱歉 來 我把他寫成A1B2S加上B1B2Y 等於B2C1 好 把這當第三式 好 再來 那我第二次應該參與誰 B1 所以應該是A2B1S加上B1B2Y 會等於B1C2 把這個當作第四式 好 那我把這兩個四式相減 我又定用第三式解到第四式 三個四式相遠 這個1的部分會相調 那S的部分是A1B2S 減掉B1B1S 先把它放到旁邊 所以兩個一減的話 我們把S提出來 我可以得到A1B2減掉A2B1S 會等於B2C1減掉B1C2 好 所以 同理 我們剛剛是把Y消掉 所以我第一次乘以B2 第二次乘以B1 那現在如果要把S消掉的話 你覺得第四要乘以多少 第四要乘以A2 然後跟第二次乘以多少相減 A1相減 好 我們一減的話 S應該會被消掉吧 所以我直接寫最後的結果 應該是B1 我拿這樣子起來吧 A2B1 因為這個是要乘以A2吧 所以A2B1 那這個要乘以A1 所以是A1B2 Y會等於常數相的話 應該是第四乘以A2 所以是A2C1減掉 第二次的話是乘以A1 所以A1C2 好 最後我得到這兩個值 對吧 那我如果把X找出來的話 只要把這個係數移向過去就好 我要找Y的係數 我要把這一項移向過去就好 那在那邊 我們不是有三個丟它嗎 我們來對應一下 A1B2 我們要把A1B2 好 如果這樣就寫 如果這個是DELTA的話 如果是DELTA的話 A1B2我是不是可以寫成 A1 B2 B1 B2 B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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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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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就答當成ΔS 所以這個寫成V2C1減掉V1C2 所以這可以寫成C1C2V1V2 這時候你會發現這個式子 它就可以寫成ΔX不等於ΔS 所以你就會發現你的S就可以寫成Δ分之誰 ΔS 是不是可以得到第一個錯命呢 懂得這意思吧 那我的ΔY呢 我們ΔY的寫法應該是A1C2減掉A2C1 對吧 所以這邊我們剛剛這個地方改一下 我們應該是2 第2次應該是 第2次乘以A1 我們第2次乘以A1減掉第4乘以A2 這時候我們把兩個對焦一下 這樣就不會產生符號 就是A1V2A2V1 A1C2 A1C2減掉A2C1 所以我的ΔY就可以寫出來 A1A2C1C2 隨便A1C2減掉A2C1 就等於這個 所以這個式子呢 你就可以得到Δ上面 Δ回到你ΔY 所以最後你會發現你的Δ的值 就可以看成Δ分之ΔY 你也可以看到整個說明 那這邊整個過程只是告訴你說 我們把以前我們所做的那個 加減小區代入小區的那種錯法呢 把它整理成一個規則 然後把它用二階藍S拿標10而已 所以這個要只是告訴各位說 我共識這樣子來了 最後你要把它背起來 把共識要背起來 好 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好了